说一位大帅哥 王力宏 真的是一表人才才华横溢 歌唱了又好 仰然就是很多女生心中 完美的代言人 就连这个张子怡呢 据说见到她的时候 也是一秒钟变化区 她在电影里面也有出现 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现在看了片子之后 我知道我非常的幸运 由张子怡担任制片人的电影 非常幸运 终于要在9月17日和大家见面了 这次张子怡扮演的苏菲 和王力宏扮演的大卫 纷纷丢下偶像包袱 将搞笑进行到底 她朝我开枪 严丹大卫 你到底爱不爱我 苏菲你在家里干吗 你说我在家干吗 因为我今天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一些心情 我觉得特别像过年 或者过节那个感觉 然后今天特别高兴 大家气氛上都来了 跟姚晨也特别说了 她还在会四夕 所以她也是很祝福我们的电影 此前王力宏缺席了 非常幸运的一系列宣传活动 但她却在张慧妹 一条微信的询问下 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路程 这可让张子怡有点不是滋味 别再哭了 你的睫毛都已经掉满地了 睫毛掉满地 她是男神 我娘子饭 我忍着 她跟我们跟阿妹在一起 几个晚上 但是她跟我在一起 是一句子见得来 我刚才跟她在一起 发布会上张子怡对偶像王力宏大胆表白 就连说起戏中剧情 身为女主演的她也一副花痴状 你生气的时候好帅啊 你是颜大胃 哎 小伙两个要生个孩子 一定很帅啊 这些靠谱 刚才拍一场戏的时候 觉得非常幸运 戏里弹琴 戏外表白 张子怡还打上了主题曲的主意 这不 她便借助制片人的身份 以公谋私 要来了和王力宏隔空对唱 非常幸运主题曲的机会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 已经成在你的耳边 很多女生说我唱歌确实有见过了 数值点 因为我的指导老师是王力宏 我有一种想放弃 但是发表心说 算了吧 找一个职业的歌手跟你合唱吧 我都看得不好 好了 谢谢大家